好 那趕快進入正題 我今天不會談太多學理的東西 我今天主要是談一些比較實務面操作的事情 那至於參與市預算背後的那些大的學理基礎 比如說參與市民主 省議市民主 這就不會是我今天的重點 然後有一個要事先講 我今天來不是來幫台中市官方背書的 我是剛剛在車上才聽盛文講說 整個台中市SOP都出來了 據說在年底以前要把它做完 這個是我在來之前不知道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來幫台中市政府說好話或說壞話 我只是從我個人研究的角度來談 我怎麼樣看待這個議題 以及如果他要在台灣推動 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 那這個大概是我今天的提要 我會先談一談幾個國際上比較重要的 參與市預算的事件經驗 我會把它稍微做一些分類 然後大家可以從這個當中去思考一下 台灣可能比較適合哪一種類型的參與市預算 那再來第二個重點是談 如果要推動參與市預算 我們怎麼樣評估它的成效 就是評估的方法和問題 那第三個回到台灣 然後最後會談一談說參與市預算 可能面臨哪些問題 以及我們怎麼樣去處理它 好 我先簡單講一下參與市預算的八原地 就是怕有在座的朋友不知道 它的八原地是來自於拉丁米州的巴西 那目前呢整個全球推動參與市預算 活力最蓬勃的地方大概也是拉丁米州 那當初最早被推動的是1980年代末期 當時的巴西才剛剛民主化 那他們的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呢 很多基層的社區運動 包括解放神學的運動 還有包括一些解放教育學的一些運動 他們長期以來都在推動說 希望可以由下而上的去瞭解 並支配整個公共資源的分配 這是他們大概從780年代以來一直在推的 那當時他們一個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代表 就是巴西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力量 工人黨 他們首先就是從地方包圍重要 他們先在巴西的東南部 南大河州的州首府 叫漁港選上市長 選上市長以後 隔年就在當地 推動了全球第一個全運市預算 它的起源大概這個樣子 那推動了六七年下來 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成果 當時呢1996年的聯合國人軍會議 他們就出版了一份文件 他們把漁港的參與市預算 選為全世界都市製體的最佳實踐 那從此以後 參與市預算這個東西 就達成了名號 而且呢 漁港這個都市 從此以後 就跟參與市預算脫離不了關係 大家只要想到漁港 就想到這個東西 從拉利美洲發源開始以後 當然是從巴西擴散出去 開始到拉利美洲其他的國家 接下來呢 大概這十幾二十年來 全球各地 從歐洲到亞洲到非洲 大洋洲 各州都有類似的實驗 OK 比如說2005年 英國當時成立一個官方的 殘米市預算小組 這個是中央的 這不是地方的 這是中央的殘米市預算小組 那他們已經在英格蘭 威爾斯蘇格蘭 進行了超過150個試點 那這個現在 也有不少的學術文獻 在研究英國的經驗 那到2007年 世界銀行也出版了一份 關於參與市預算的調查報告 那這套報告 有英文版 然後是公開下載 如果興趣可以看一看 那包括我們對岸的中國 他們在大概十幾年來 也在一些地方推動了 他們叫做參與市預算的 一些制度上的創新 那比如說最有名的經驗 大概是浙江溫靈 這個是全球 包括國外也有很多的 英文或外文文獻 在討論溫靈的經驗 那不過我今天不會談中國之業 因為中國經驗比較特別 中國參與市預算 有他們非常選出的中國特色 那跟一般的參與市預算 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暫時把它排除在外 那總之呢 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 一千五百個國家或都市 宣稱自己特色的參與市預算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當然了這個數字 是不是準確 這個是值得存疑的 因為像中國很多都市 都宣稱自己做過 但是你如果拿一些 比較嚴格的學術標準來看 你會覺得說那個東西 可能不見得叫參與市預算 那個東西可能 比較接近財政透明的話 那到底什麼叫參與市預算 我們今天等一下會再仔細的談它 好 那這個是在全球 推動過參與市預算的這個欄表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給參與市預算 一個簡單定義 首先要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參與市預算 不是一套SOP 這個要打科文哲跟人家的臉 然後他們都覺得參與市預算 就是一套SOP 然後放到哪個地方都可以 不是的 參與市預算 千奇百怪 各式各樣 有不同的面貌 在全世界各地實施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所以參與市預算 不是一套SOP 它只是一種廣泛的理念 那這個理念 背後核心的精神 就是我這邊第二名講的 什麼叫參與市預算 就是市民透過這樣的決策過程 針對公共資源的分配 來進行審議和協商 你只要有符合這個精神的做法 都可以叫做參與市預算 當然你知道這個 這是非常廣泛的概念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很廣泛的概念 把它限縮到某一種類型的SOP 我覺得會是危險的 這也是我今天後半段 會在談台灣經驗的時候 會琢磨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在談參與市預算之前 我們先來談現狀 通常在現在台灣 假如你對預算比較熟悉的話 你可以想一想 假如一般的公民想要去監督預算問題 大概有什麼樣的管道 大概就不出幾種 第一個管道就是 你在議會或國會的 預算會期的時候去談題 OK 那你關心當時的國會議員 或地方的議員 他們怎麼樣去監督預算 怎麼樣去審議預算 那這是第一種方法 你在預算會期的時候去談題 第二個是你在一年度的這個預算 這個通過然後執行完畢 然後最後的決算審核報告都出來了以後 這個大概已經講三年後了 你再去研究那個報告 然後再去找前兩年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可能出現什麼問題 這大概是最主要的這兩種方法 那這兩種方法 基本上呢 都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就是監督的角色 一般民眾如果你要去看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扮演一個監督的角色 去看預算有沒有亂編 國會有沒有亂審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重點是 真正的預算的編列和執行 也就是行政部門負責的範圍 一般公民是沒有管道參與的 這大家應該都可以理解 包括預算怎麼編 一般公民沒有發言權 這是行政部門自己在編 那後來行政部門編好以後 把預算開始送進議會 通過以後執行 執行當然也不是一般公民在執行 所以從預算的編列到執行 這些行政部門管轄的範圍 一般公民沒有權利參與 而參與式預算就是要在這個環節 把它介入進去 讓一般的公民可以在行政權裡面 去擴大民主的參與跟監督 所以這就是參與式預算 比如說預算的編列可以納盡民眾的意見 預算的執行 比如說怎麼拉包錢怎麼用 最後錢有沒有用完 錢都流向了什麼 一般民眾可以監督 這個大概就是參與式預算的根本精神 好再來參與式預算的實踐範圍也是可大可小 你小到一般的基層的鄉鎮 比如說中國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像中國浙江溫嶺市裡面有一個泽國鎮 他們就會定期開一個叫財政的民主啃檀 類似用一個啃檀的機制 把民眾的聲音大進來 他們把這個叫協商 協商民主 再來你也可以看到像日本千葉縣底下 有一個現場市市三市 是一個相對小的現場市 那繼續往上看 在比較大的都市像芝加哥或紐約 我今天會介紹的案例 底下的市霞區他們也會做 那再來更往上推 從到直霞市跟州首府 比如說巴西的漁港 聖堡園這些大都市 就是人口的超過一兩百萬以上的 好像這個也可以做 那最後甚至有到全州層級的 比如說巴西去聯邦市 他們裡面有好幾個州 都推動了整個州層級的參與式預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最基層到最高層 從範圍從小到大 大概都可以做 那只是做法不同的問題而已 好 那我先簡單談一談漁港的經驗 那我不會談太多 因為我的文章都寫過了 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今年初剛出版的這本書 這個是正立軍立委 民進黨的立委 他主編那本書叫 我們單元預算單的共町 裡面有收入好幾天 不同背景的學者寫了文章 那我那天是去檢討漁港的經驗 好 那漁港的做法大概是這樣子 那漁港是一個一百多萬的都市 然後有十幾個底下的轄區 他們是每個轄區都一起在推動 那狀況是這樣子的 他們會先在各個轄區 比如說台中市的中區 我們會先開一個區域大會 那在這個區域大會底下 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市政府的代表會派 市政府的官員會派代表過來 向民眾報告前一個年度的 預算執行狀況 然後會對民眾做說明 然後接受民眾的質詢 這是第一件事情 這個比較像是預算的 財政的透明化第一關 那第二次要做的事情是 他們要在這個會議當中選出代表 OK 要做什麼事情 選出這些代表以後 這些代表就要負責回到 各個他們的社區裡面去 去推動宣傳參與市預算的裡面 以及把人捲動起來 這個是透過人民選出來 代表自己來做的 這部分官方比較沒有介入 這部分靠人民選出代表來做 OK 那這個大概 進行了一兩個月以後 他們就會進入一個代表論壇 代表論壇 就是我重新講一次 剛才我們裡面選出那些代表 他們回去各個社區裡面 run的那個東西 他們就有一個名字 把這個代表論壇 就是等於說 我在這個會議上被選出來以後 回去回到各個社區裡面去 各個領域裡面去 然後把參與市預算的裡面 包括過去的一些時間的成果 帶回去 然後跟他們講說 接下來幾月要展開這個年度 的參與市預算的整個流程 然後就希望可以基層的來參與 他們把這個東西叫代表論壇 雖然這個不太像是論壇 我都要名稱這個樣子 那這個代表論壇 在各地run 大概再run過一兩個月以後 接下來就會重新回到 整個轄區的層級 比如說整個中區的層級 重新再開第二次的區域大會 然後在這個區域大會裡面 同樣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投票 投什麼票呢 這是我這邊解釋的 市民會從18個大的投資選項裡面去 勾選他們覺得比較重要的四個選項 然後把他家裡排序 比如說你認為台中中區 這18項選項裡面 哪一個對中區來說目前最重要 比如說你可能認為是公共運輸 你就要公共運輸排第一 那最後計分的時候 就把他當第一名來計分 那這個部分需要稍微說明的是說 過去很多人的誤解 他們以為巴西與港是每個公民 都加入進來編預算 這是錯的 因為不可能 不可能叫幾萬人同時來編預算 這幾萬人在區域大會裡面 做的是投票 把投資的選項加以排序 就是他們在直接領主的部分 就是透過投票的方式要處理的問題 接下來這個大會要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繼續投票 再選出一輪代表 這個代表就要真正的進入到 市政府裡面的全市預算委員會 比如說中區可能選出三個或五個代表 這五個代表就要負責把中區的意見 帶到整個市的層級去 然後在市的預算文會裡面 去編訂預算的細節 所以編訂預算案的 負責這個概算 最後提出預算案的 是這一些選出來的代表 而不是一般市民 這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個是把間接民主跟直接民主 把它融合起來 好 那另外一個也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漁港的做法是一個雙回審議制 他們除了各行政區各轄區 有他們自己在地的區域大會以外 他們同時開放另外一種參與的模式 就是假如你NGO對整個台中市 即使未來十年十五年的發展願景 有一些想像跟規劃的話 你們可以到主題會議裡面來 來討論整個都市層級的發展方向 OK 然後同樣的各個區域 最後你可以選出代表 進入預算文會 預算文會 預算文會裡面就會有主題會議的代表 好 所以一方面可以去討論在地的社區的事物 一方面可以討論全市層級的事物 那他們是把這兩種做法把它結合起來 好 那這個是漁港一個非常簡單的來人包 那全市預算委員會就是最後負責編定預算的裡面有哪些人呢 就是我剛剛提出的 就是各行政區選舉出來的民眾的代表 以及負責討論全市層級議題的主題會議的代表 以及市政府員工公會的代表 這很重要 因為他們很重視公務員的權利 以及他們這個在整個過程當中的這個執行的權利 所以他們有員工公會的代表 還有社區組織的代表跟市政府的代表 然後最後預算的細節是在這個會議裡面來決定的 那他們是針對哪些部分的錢來進行審議呢 是來自於年度預算當中的資本支出 就是台灣叫資本門 就是你新的資本的投資或者是去更新設備 這些東西叫資本支出 所以不涉及經常支出 這是另外一個給大家澄清的概念 參與市預算通常不會去動到經常信任這些錢 比如包括人事費用 這東西通常不會去動到 所以有一些過去常會有些公務員在擔心 說會不會搞了參與市預算以後 他們就要來看過薪水 那沒有 因為你的薪水照著國家規定走 這個東西跟參與市預算沒有關係 好 巴西語稿它的制度 參與市預算的制度 大家可以簡單把它 summarize一下 第一個是開放性 他們是開放所有市民參與 比如說在各區的區域大會裡面 你只要有興趣的市民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他們這個制度實行到後來 在全盛時期 可能每個區都有幾千人參加 這個時候就要借非常大的場地來使用 我們在台灣就先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你要擔心是沒有人來參加 不是擔心太多人 就不用擔心場地 好 再來他們是結合直接民主跟間接民主 就如我剛剛所說的 他們會在區域大會選出代表 進入預算委員會 也會在主題會議選出代表 進入預算委員會 這個是直接民主的部分 那間接民主的部分 就是你會選出代表的論壇 讓這些代表再回到各個社區區域 去捲動更多的人進來 這些東西 好 然後市政府他們成立了一個 為了推動參與市預算 特別成立的一個辦公室 專責來推行參與市預算 這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辦公室 是直屬市長盯著做的 這個辦公室 他負責去整合各局處的資源 這個很重要 因為到目前為止 從台中到台北到新北 他們都沒有這樣做 那這就是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包括各局處的步調不一 包括各局處的資源 沒有辦法協調的問題 那這個會是一個在實作上 在操作上 可能要必須要面臨跟克服的問題 那語感的做法是直接成立一個 統合各單位的一個單位 叫辦公室 好 再來 最後的這個預算委員會 編定預算的時候 非常有趣的是 他們的市政府代表在裡面 是沒有投票權的 OK 只有民眾選出來的代表 跟市政府員工的代表有投票權 市政府的官員沒有投票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要玩民主要玩真的 我們官員只是公平 假如我們在最後還要投票 比如說我們動員我們這個市政府的人 來做投票部隊 這是沒意思啦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把這個民主 推展的比較徹底 讓真正的最後的預算制定 這些東西還是回到民眾的手中 這個不代表官方在這裡面是沒有角色的 恰恰相反 這個預算從發想到編列到最後執行 處處都需要跟部門的配合 這個算是很重要 只是他們在這個部分 他們刻意去壓低自己的角色 讓自己沒有投票權 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再來是雙軌審議 既照顧到在地社區 也照顧到全市層級 再來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他們的排序計分 特別強調社會正義原則 那這個部分目前在台灣要推的人 我也還沒有聽到他們這樣想法 那這個部分我可以先談一談 讓大家了解一下旅港是怎麼做的 這部分很有意思 我覺得假如要玩就要玩真的 這東西就要玩真的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畫紅線 這個是從1992年到2004年 他們每個市 在漁港市裡面 每個區最後投票加總起來 排序的前三名的投資項目 這是每年的一個統計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看2003年 第一名是住房問題 第二名是教育問題 第三名是道路鋪設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道路鋪設的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先這樣大家先記著 我們先要統治道路鋪設 OK 現在這個是整個配分的機制 這個大家也稍微看一看 比如說每一個行政區的狀況可能不一樣 最後在計分的時候 我們也要納入每個區的特色跟差異 讓他納入好點 我們要計分 比如說假如這個區的總人口越多 他得到的分數就越高 否則不公平對不對 假如一個一千人的區跟一個一萬人的區 分到錢是一樣多的 所以第一個你要統計到的是人口數 比如他的地方 他的做法是超過九萬人 那你是得到四分 然後以此類推 大家可以自己看 那第二個是他會公佈 每一個區缺乏基礎建設的程度 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有的區相對來說已經發展得比較好 他們不太缺錢 但是有的區很破敗 比如說我剛才知道中區是一個很破敗的區 我以前對台上不熟 也許中區就需要多一點經費 OK 好 那就是他們由於設計出來 比如說如果超過76%的這個比例 你可能就要得到四分 然後表示你最需要基礎建設 OK 那第三個就是 你根據該區自己投票的結果 比如說我在這個區 我把道路鋪設排第一位 那我這個區在道路鋪設這個地方 就可以得到四分 然後以此類推 然後你注意他結合了三個東西 人口 缺乏基礎建設的程度 以及自己投票出來的結果 他把這三個東西加總起來 叫做社會正義的原則 他認為說推動參與市預算 不能搞七頭式的評分 應該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好 好 接下來 我那個原則畫的也沒有看到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看一下這個P 開頭的P-A-R-T-E-N-L-N 這個區 這個區在巴西旅港 是一個社區運動很強的一個區 那你看好 先來幫他計算一下分數 他的區域的投票 他們這個區把道路鋪設排第一 好 所以就得到四分 對不對 這個Point的地方就是四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Value Value就是加全積分 好 四分乘以五 他們在這個部分就得到二十分 好 那個Value是加全的部分 接下來 因為這個區域已經發展得比較好 所以基礎建設的部分只得到一分 乘上加全的四分 最後是總分的四分 所以二十加四 對不對 再來呢 他們這個區域人口很多 所以人口的部分得到四分 加全乘以二 所以是八分 好 所以他們這個區域 在道路鋪設這個項目 得到總分就是二十加四加八 就是三十二分 好 以上應該OK吧 就這個地方是三十二分 接下來呢 每個區域就會把他們的分數計算出來 總分是三百一十六 好 謝謝 謝謝 好 總分是三百一十六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分配呢 就是把三十二除以三百一十六 就是大概百分之十點一三 好 所以呢 這個年度 漁港的道路鋪設 假設有一千萬 那這個區域可以得到多少 就是一千萬乘以百分之十點一三 就是十八 大概就是一百萬 他們是這樣子來計分的 那這個計分相對來說比較複雜 但是我覺得只有透過這個相對複雜的機制設計 你才能考慮到很多區與區之間的差異的問題 好 那這個是我為什麼一開始要先講漁港 因為後來在全球很多都市推動參與區預算 都是灌水的版本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弄掉了 都沒有這個東西 好 他們可能只單純看投票結果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點廢離原本 強調社會爭議的精深 好 接下來我要談一些很不一樣的參與區預算的實踐經驗 好 那這個是法國巴黎 這個台灣也有人介紹過 巴黎呢 他們是 巴黎是非常大的都市 他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市政府去提出一堆投資計畫 讓民眾來挑選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東西也叫參與區預算 但是他的做法就跟漁港來源北撤 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做一個對比 從漁港馬上跳到巴黎 那他們是從15項政府擬定的計畫當中選出9項 那經費來源也是一樣資本門的部分 是2014到2020年 資本門裡面的5% 這個錢值很多 有4億2600萬歐元 還有100多億台幣 那這100多億台幣 就是交給巴黎的人來投票決定 選出優先的這個方案 那他的制度特徵 第一個 他是開放所有市民投票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是到巴黎去留學的留學生 你也可以投票 他們不會先看你的國籍 說你不是本國人 你覺得沒有投票資格 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照他們的想法是說 預算 包括最後預算的執行 跟這個建設 基本上會影響到這個都市裡面 居住的所有人 所以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 只要受到這些建設影響的人 都應該要有權利來決定他 所以就不是根據你的國籍 好 然後呢 他們 巴黎市政府也設立一個參與市預算的網站 讓大家來追蹤 他們投票選出來的這幾項裡面 到底目前是進行到什麼樣的程度 有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親民的網站 讓大家來追蹤 那這個做法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呢 民主參與的精神相對來說 也比較弱一點 那我們台灣都可以弄 當然就是在不同的類型當中 去做一些取捨 去找一個目前台灣比較有可行性 但是同時又可以挑戰 目前台灣某些主流政治氣氛的那種做法 好 再來我要介紹美國的經驗 我先談美國的波士頓 美國的波士頓之所以值得介紹 是因為它是美國少數 直接針對青年來做的參與市預算 它的政策的標的是青年 而不是其他的市民 他們青年的界定是12歲到25歲 12歲喔 你可能覺得12歲不是小孩嗎 沒有 他們覺得12歲就是青年了 你應該有能力去決定一些事情了 那它的背景是2014年 民主黨的市長Mari Walsh 這是一個在美國還滿知名的政治人物 他選上了市長以後 他就推動一個東西叫Youth Lead the Change 叫青年代靈感科 然後呢已經從去年到今年 已經連續辦一個這樣的年 那他們的做法 這個SOP就比較像是台灣目前 向台北和台中想要推動的模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做法是先讓青年在各個社區去腦力激盪 去想想看說我這個社區可能需要哪些東西 這個東西是過去長期被政府忽視的 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去想這些東西 接下來在工部門以及志工跟學者的協助底下 去提出具體的預算案 比如說我希望在工人裡面建一個廁所 我把詳細的預算列出來 需要多少錢 需要多少人力 然後可以怎麼樣做 或提出具體的方案 大家把方案提出來以後 最後做一個方案的承攬 讓大家在一個公共空間裡面 一般的市民都可以進來看 我們現在有哪些候選的方案可供投票 然後承攬一段時間以後 就進行投票 青年的投票 最後投票選出比較高票的機會 因為這個東西就很像 台灣目前要追蹤的部分 他的制度特徵就是全美唯一 以青年為對商參與之預算 然後也是同樣開放所有在波士頓居住 就學 就業的青年 就也不是 也不管你的國職啊 你的戶職啊 都不管這些東西 然後呢 他們在整個辦理的過程當中 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叫Steric Committee 叫指導委員會 就是從一開始的推動到去Promote 到最後把整個東西把它做出來 都是透過這個委員會來做 那這個委員會 也並不是都是官方的人 他除了官方代表以外 有學者代表 NGO代表 也開放一般青年到零來參加 所以裡面有蠻多的一般的青年 最後就是進了這個委員會 去幫助把整個東西把它做出來 聽說台北也是想這樣做 好 那這就是他們整個一個流程圖 比如說 從去年年底 11月到12月 就是由這個委員會 來規劃2015年整個參與時預算流程 今年的1月就是在各個社區 開腦力激動的大會 collect ideas 就是收集意見 接下來從2月到4月2、3個月的時間 就是在公部門 學者跟志工協助底下 提出具體的預算案 OK 從第二個環節到第三個環節 非常重要 那很多研究參與時預算人 常常忽略掉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民眾對預算的了解 通常很有限 所以他很難第一次提 就提出盡善盡美的預算案 這個大家可以想當然了 那怎麼辦 當然不代表說 民眾就不能提 而是說這個部門 這個過程當中 需要公部門的協助 所以我才說公部門的角色 在裡面非常持重 比如說一個民眾 提出來一個東西以後 公務局看一下他有沒有可行性 好 比如說其他的局處 相關局處看一看 你要提出這個經費 可不可能合銷 在現行的預算反規底下 有沒有合銷的可能 這個東西都要非常熟悉 細節的公部門跟市 才有辦法協助他 所以這個部分 從collected ideas 到developed proposals 這個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然後呢 接下來透過方案承擔跟投票 然後最後從六月開始 我們去評估跟監督他的執行 這個是整個波士頓的做法 接下來談另外一個不太一樣的案例 這個是日本四川市 四川市是一個相對小的現場市 人口大概是四十幾萬人 他們的做法 比較像是台灣過去的設造 只是這個設造 它現在加入了一些居民投票概念 這個部分也很有可能直接被拿來台灣用 因為它跟台灣的狀況比較類似 他們的做法是 他們不是開放一般人去提出方案 而是開放NGO 就跟現在一般的設造做法是一樣的 你讓一些基層的團體 去提出他們一些的方案 接下來有方案的報告跟展覽 那這個部分是一般的設造比較沒有 一般的設造就是你政府開放這個收件 然後一段時間以後你收到多少件 那這些案件就送到一個委員會裡面審核 那這個委員會通常是官方的代表跟學者代表 那審核完畢以後就選出前幾年 可能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們就是把提出方案之後 加了一個承攬跟投票這樣的過程 就不是只由政府來決定哪些方案比較好 而是開放一般大學人來決定 那就是比較像是把設造結合民主審議跟投票 好 那經費來源 他們是用自己的這個縣下室裡面的住宅稅的收入 的1%來做 其實錢非常少 2000萬美元 只是數量幣不多 那他的支付特徵比較特別是 只有納稅人才能投票 那他們的想法是說 因為預算的來源來自納稅人的錢 所以應該只有納稅人才能去投票 那這個想法背後反映的就是一些不一樣的理念 比如說他跟巴黎的做法 跟波士頓的做法不太一樣 他們是開放所有的住民的投票 那是算是就是說沒有啊 我覺得只有納稅人才能投 那這個東西都沒有一種固定的做法 這個純粹取決於你怎麼樣看待你背後反映的一些價值 我覺得這個並沒有哪個比較好或比較不好的問題 那補助不能超過NGO該年度總預算的一半 那這個也是滿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希望這個東西最後變成一個標案大會 然後讓NGO變得過分依待政府 他們不希望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還是有一個象限 補助不能超過NGO的一半 然後投票選出的方案是讓NGO自己去做 那當然過程當中會有公布門的配合 那就是他們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很像一般的社交 再來是芝加哥 芝加哥就是我剛剛提到波士頓那個SOP的八原地 這是很像就快要被引進來台灣的這個SOP 就是首先在2009年從芝加哥的第49區 在東北方東北蔣州的區 首先開始推動的 來源是這個樣子 大家知道台灣的市議員有一個奇怪的制度 叫做工程建議官或工程配合官 再說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沒有你現在可能知道 就是大多數的縣市 市議員現議員手上會有這樣的一筆錢 那通常我們就戲稱它是這些議員的私房錢 那這筆錢呢 目前應該只有台北市沒有 因為它被全球被砍掉了 台南也被砍掉了 然後後來造成很多的衝突 那這筆錢對市議員來說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他們綁裝護裝的最重要的工具 這個其實都不用會言了 這個其實台灣地方就是這樣玩 那我們就常常在想說 那這筆錢被這些人拿去亂倒 那到底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這筆錢除了被他拿去綁裝以外 有沒有可能叫他吐一點出來 讓民眾來使用 那當初的芝加哥就是做了這樣子的決定 那是由誰來做 是當時的一個市議員的Joe Moore 他是民主黨的一個議員 他在選上了芝加哥49區的議員以後 他就說 過去呢我們這筆錢工錢建議款 都被拿來綁裝跟固裝 但是我現在不想這樣做了 我希望把這筆錢全數拿出來 交由我49區的區名來決定如何使用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這樣的突破 做了兩三年以後 成效非常的好 口碑開始做出來 然後開始慢慢推廣到其他的區 現在芝加哥大概有十幾個區 然後開始再推廣 那你不要懷疑工程建議款工程費用款 不是只有台灣才有啊 芝加哥也有 他們只有這樣一筆錢 而且他們錢很多 美金做的話應該超過100萬美金 台幣3000多萬 好 好 那他們運作流程是一樣的 SOP 腦力集大提出方案 方案成了 有投票 OK 那經費來源 他們在芝加哥叫做Discuitions 而發 翻成工程的分配款 好 那製度特徵呢 他開放給所有16歲以上的住民 這個跟其他的 像波士頓那些做法很像 就是開放住民來投票 好 再來要大家注意到的是 這個錢的來源 是來自於所謂市議員的私房錢 所以這個部分 它可以避免掉一個問題 就是它可以避免掉府會的衝突 這個是參與市議算 經常被拿出來討論那個問題 比如說假如我們今天在台北市 在台中市透過民眾參與的方式 就是編定了某些預算 那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要送市議會審查 好 那接下來問題就來了 市議會買不買單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在其他國家實踐的經驗裡面 是經常有市議會的議員不買單啊 最後把民眾提案砍掉 那怎麼辦 好 那這個時候 民眾的參與市議算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送到議會就被砍 好 然後養三年下來 民眾都不提案了 那這種做法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議員自己的錢 OK 那這個部分 這個它的好處就是這個樣子 那它的壞處就是 它沒有辦法去動到整個芝加哥 全市層級的東西 它只能做一些非常在地性的一些建設 OK 那它有它的好處 有它的壞處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看一些網路上的一些宣傳 他們現在都已經做了相當制度化 那有一套宣傳的影片給你看 好 那芝加哥 那芝加哥做完以後 這兩年開始從 再到紐約 也開始有市議員這樣做 因為這個東西是會擴散的 好 因為我剛剛提到那個 Joe Moore 這個市議員 因為他推動了這個以後 家庭如潮 他現在變成一個 據說非常具有民主理念的 一個代表人物 好 那這個對政治人物來說 當然很好 這是他政治資本 所以那其他區的議員 包括遠到紐約的議員 也開始要跟進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過去我還想辦法綁裝 物裝 因為被罵得很難聽 現在呢我用一個 看起來很民主的方式去做 我直接變成一個民主人士 民主先生 民主小姐 那這個東西對我的民生來說也很好 所以慢慢開始 對其他市議員也有些吸引力 那其實呢 我也蠻希望台灣未來 除了市政府推動以外 我們的議會也會有人考慮 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台灣應該也是要雙管其消 好 這個是回到漁港 參與市預算我等一下會再談 它必須要跟很多東西搭配起來做 比如說參與市預算 應該是整個財政透明化的一環 它最終的目標 是讓民眾可以完全了解 預算的編定過程 並且某種程度上去控制它 那這個過程當中 資訊的公開當然就很重要 目前我們台灣 我們在網路上可以找到相關的資訊 但是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一般人比較沒有能力去解讀 官方釋出的資訊的文件 因為裡面非常的複雜 你假如沒有專家帶著你讀 你讀不出所言來 OK 那目前都是誰去堵捏的東西呢 就是議員助理 跟立法委員的助理 國會助理 他們常常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堵捏的東西 然後找出問題來 但是一般民眾可能沒有能力 OK 但是其他國家在推動經驗當中 就會發現說 如果我們在參與式預算 推動的過程當中 同時可以設法 把政府的預算的相關的資料 把它變得更親民 變得讓一般人更容易理解 它會更有助於整個參與式預算的推動 因為它會讓一般的民眾了解說 其實預算沒有那麼複雜那麼困難 你把很多技術性的用語 簡化過後 其實並沒有那麼難理解 那這個問題我可以談一下 旅港的經驗 旅港的經驗這樣子 一開始呢 很多民眾會觀望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預算問題不是老百姓可以處理的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也很複雜很難 但是推行了五六年下來 他們很多後來民眾選出來 回去去推參與式預算 那些民眾代表 就是當初那些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搞預算問題的民眾 但他們在做了三四年四五年下來以後 他們對預算的了解 比誰都還要了解 他們可能比民意代表還了解 這個東西是可以透過學習 慢慢把它變成自己的知能的一部分 這個東西在國外今天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 懷疑台灣的民眾做不到 那只是你必須要搭配一些資訊的釋出 更透明跟把它改寫得更輕盈一點 假如你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下旅港參與式預算的網站 它裡面都做得很好 比如它是每一個區 每一個峽區裡面 都有那個區裡面相關的預算資訊 包括參與式預算 過去推動狀況 現在推動狀況 以及現在有哪些工程項目正在推動 進步如何 裡面都一清二楚 那這個東西隨時你都非常預查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聊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參與式預算雖然有那麼多種 但是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去評估它的一些方式 第一個是我們來去評估它的參與機制 就是誰能參與跟參與到什麼程度 誰能參與呢 大概目前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是政府主動挑選 第二個是市民報名政府挑選 第三個是開放市民參加 我們當然希望在台灣做法應該是要第三種 比如說你如果是開放提案 如果我們要玩提案的那種SOP的話 應該是開放提案 而不是你先要報名官方核准以後才准理提案 這樣子它的民主精神就淡化了 那上面這兩種是誰在玩呢 就是中國的參與式算在外面 就是他們很多是民眾報名以後官方來審核 看看你有沒有來參加的資格 第二個是參與到什麼程度 最沒參與就是你進去以後練習 不能發言 你進去以後坐在那邊領個便當跟礦泉稅 吃完喝完就走人 再來第二個是你進去以後能發言 但是不能投票 就是讓你可以說話 但是最後投票沒有你的份 第三個是你能發言也能投票 但是投票結果我們會參考 我們會待會去處理 第四個是你能發言也能投票 但是你的投票結果是有約束力的 它是正式的結論正式的決議 OK 最後一個參與的最深的 就是你不僅投票結果是正式的決議 你還可以監督後續預算的執行 就你不是只是投完票就算了 接下來工程怎麼發包 發包給誰 工程如何執行 一般民眾是有能力 或者有機會去參與的 有機會去監督的 那這個就是從最淺到最深 那前三種是哪裡 這是中國參與式預算 就是你要先報名 官方核准以後你進去 進去以後坐在那邊吃完便當你就走 他們審核的法官非常嚴 但他們也有一些地方是比較鬆一點 甚至可以開放你發言的投票 但是基本上整體來說 參與的程度還是比較淺一點 好這個就是大概一個簡單的表格 這是我做的 我們可以從制度的面向跟非制度的面向 以及市民參與的廣度和深度 這個二乘二的表格來看 比如說我們在制度面 公民參與的門檻有多低 或有多高 是否對所有市民開放 這是廣度的問題 深度的問題 就是在形式上你的決議有沒有約束力 還是從參考 以及市民能不能夠監督後續的執行 以及哪些類型的議題可以被納入審議 是只有在地的議題 還是全市的議題可以納入審議 大概深度是包括這幾種 這個是制度面 非制度面呢 我們可以觀察參與人數的比例跟變化 比如說 今年跟明年參與的人有什麼不一樣 比如說人數是不是下跌了 比如說參與的人數是不是清一色都是男人 或者是不是清一色都是白領 你可以觀察這些比較直性的面向 你當然可以進一步去談 比如說 在會議上審議的品質好不好 都是誰在發言 是不是都是那些地方的投人在講話 還是說一般人可以講話也不會被打斷 這個是審議品質的問題 這就是審議民主人在意 審議品質 再來是你的決議在實質上有沒有約束力 你在國外有一些案例是 他們形式上承認你 你做出來的結論市政府會做 但是最後市政府沒做 但是因為很多民眾後來沒有去監督市政府 後續的事情狀況 就給他瞞天過海混過關了 那是在國外有發生過 所以我們必須要看到實質上是不是具有約束力 這個地方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你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實質的約束力 這個是很難保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無法保證你的這個提出的案子 在審議會不會被砍 對不對 但是你至少可以去觀察 你的這個提案最後有沒有被相關局處 納入概算 這個是可以觀察到的 那如果真的在審議會被砍 那你去找審議員算帳 那 那關於這個府會的關係 我等一下會再花一點時間來看 因為這個在台灣 事後兩三年可能慢慢就會被浮現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名的參與的接體表 從最淺的參與 就是只是把資訊散布出去 資訊的公開透明 一直到最後市民可以跟市政府 變成一個協同夥伴的關係 一起來行動 最後最後可以達到公民的控制 這是一個有錢造成的過程 好 就是一個簡單的圖表 好 接下來我要談一下台灣 我還有多少時間 全部給你 都全部給我啊 好 因為怕大家對台灣的 預算的狀況不太熟悉 這是我從廣路上找不到的一張圖表 台灣的狀況是 台灣的會計年度是 每年的一月一日 到當年度的最後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日 這是我們會計年度 那在每年的八月底左右 行政部門必須把他的 從概算到提出預算案 要進入把他送到這個議會 或立法院 所以大概就是進入他的預算會期 OK 在這之前 就是各機關根據該年度的市政方針啊 籌編原則 預算編制辦法等等 就進行概算 好 然後行政院 這是中央層級 行政院合定以後 就成為一個正式的預算案 送到國會裡面去 好 然後國會就開始炒架打架 然後炒完打完 然後照理來講 11月要公佈法定預算 就是被砍破的那些東西 然後最後 第二年開始 各機關要開始執行 這是行政部門開始做 接下來到了下下年度的四月 要做決算 就是你執行完以後 要開始做績效評估啦 要做那些東西 那最後要送給審計部 好 台灣的這個是由 監察員審計部來負責 好 在國外 如果你是三權分立的話 是由立法部門來負責 好 但是台灣是由監察部門 好 監察權 OK 然後他們最後 會做出一個審核報告 就是在下下年度的七月 會有正義年通過的預算 以及在隔年執行狀況 的一個審核報告 好 那通常呢 如果我們要去討論台灣的預算 過去有哪些問題 我們通常都會去講 這個審核報告來看 好 這是我一開始提到的 一般的民眾 可以監督到的部分 好 那參與室預算 如果剛才說 那麼多討論 就是在前面這個環節 好 納入民眾的參與跟決定 OK 這樣應該夠清楚了 好 接下來就要講比較刺激了 現在各個這個 台北市 台中市等等 到底要怎麼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的理解 台北市 大家要知道 參與室預算這東西 當初是怎麼提出來的 就是從去年的台北市場選舉 首先提出來 為什麼會提出來呢 據我所知就是因為 柯文哲他的幕僚裡面 有人想推 然後就去說服他 去提這樣的政見 然後最後柯文哲從善如流 把他寫入他的政見 就要推動參與室預算 然後當時呢 連聖文就不落人後 也說他如果當選 也要先用參與室預算 OK 那後來柯文哲當選以後 那他就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 去落實 那他的做法 就是他去成立了一個公參會 叫公民參與委員會 底下有一個參與室預算小組 OK 然後呢這個小組 後來就交給民政局來推動 所以台北市目前的參與室預算 是民政局在主導 OK 相對來說還算和平 那這個東西跟民政局 很多的業務是類似的 那只是他跟漁港做法不一樣 漁港是另外設一個專門負責的單位 來整合各地出資源 應該還記得嗎 但是台北市他們就交給原來的 就是只有這個民政局來推動 好 那在前兩個月 五到六月 他們就花了很大的精神 在培訓基層的公務員 讓一般的公務員了解參與室預算的精神 以及可能面臨的問題 好 那我當時就有去幫他們培訓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在台中可能會遇到 就是有一些公務員 可能不是那麼了解 或者是覺得這個就是長官交代的事項 好 那不曉得為什麼要推 好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台灣的都市如果要推 這個部分就是不要輕易輕易的跳過去 好 因為到後來實際在負責很多第一線業務的 都是基層公務員 假如他們完全不了解參與室預算背後的理念 跟可能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覺得他們最後在執行上 很可能就會消極的抵制 或者是故意把它搞爛 因為搞爛了以後可能就沒有下一次了 他們就沒有下一次 這樣業務了 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在台灣知識體大 我們不應該過快的 好 就是去講快 好 這個是我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好 好 那台北市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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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太懂 好 好 他們率先在民間辦的一個類似參與室預算的東西 好 好 結合社區大學的力量去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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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錢在花的時候綁手綁交 你不能夠涉及到很多工部門的問題 好 所以他們最後可能就是辦一些比較文化性的活動啦 一些展覽啦 或這些東西 好 你如果要鋪路當然不行啊 那個是跟市政府的關係 好 所以就不能提捏基礎建設的東西 好 好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好 參與市預算SOP出爐 效率嚇到了柯文哲 不覺得一下 怎麼會嚇到 是你叫人家那麼快把它弄出來的 你自己有什麼好嚇到的 所以搞不太懂 好 好 再來是新北市 那新北市 他們是今年初就找我去演講 好 那但是演講完之後 他們有一些局處是很有興趣 但是好像在過程當中 還是有一些他們需要再討論的地方 好 所以他目前還沒有要上台北市 那麼快 直接公布一套SOP 由官方來做 目前並沒有 好 但是目前在規劃當中 好 然後可能會交給勞工局和成章局 不是立正局 好 因為他們可能會結合 這兩個局本來有的一些業務 比如說勞工局 可能有一些跟身上就業有關的計畫 他可能會變成開放民間提案 開放民間投票 可能會變成這種方式 好 那但是新北市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竟然有一個議員 好 走了芝加哥的模式 這是全台第一個案例 就是由議員拿自己的私房錢出來來做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 那這個議員是國民黨局的議員 叫陳一鈞 他拿出了他的工程經營款 裏面的60萬 交由新電區達官李這個領 來提案討論跟投票 好目前已經 第一輪都已經走完了 好大概在下個月就要進行投票 那這個部分我也已經參與 這個部分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他是國民黨籍的信員推動的 OK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就是國民黨當然跟地方派系的問題 就是牽扯不清 那為什麼他願意推動 就是我不好去揣測 因為我有去幫忙他 那我覺得他只要願意做 不過不管他動機是什麼 他願意做我覺得 就應該給他很高的鼓勵 因為民進黨沒人做啊 有些人過來在罵啊 說你怎麼去幫國民黨 那民進黨沒人出來啊 我想幫你一個辦法 你應該去問為什麼民進黨 沒有人要做 OK 那雖然他釋放出了 60萬的工程經營款 在他整個經營款的比例當中 並不高 好大概是百分之五百 OK 因為在新北市的一個市議員 大概有1200萬的工程經營款 很多對不對 這個東西拿來綁妝太美妙了 非常好用啊 但是他願意拿60萬出來 我覺得已經很了不起 而且他只是在一個禮來做啊 假如他之後要推廣到其他禮 很有可能他會再繼續拿錢出來 那他在當天的記者會上 他也說得很清楚 他說呢 他說得很明白 他對著記者說 他說過去工程建議款 都是拿來綁妝固妝 他對記者這樣說 他說但是 我不想再這樣做了 我希望拿一部分錢出來 讓民眾來審議 我覺得那不管他的動機是什麼 他願意這樣子講 我覺得就應該鼓勵他 那我可能下個禮拜 就要繼續再去進入他們第二輪這個會議 再繼續去幫忙 所以各位不要因為 我去幫國民黨籍的市議員弄這個 就覺得本人是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我剛剛所言 民進黨沒人要弄嗎 但這個很有趣 他這東西出來以後 平面媒體有一些報導 滿多的報導 我看到一則很有趣的報導 就是那個記者去訪問 他同一選區的其他的民進黨議員 然後民進黨籍的議員 就講了一副酸溜溜的樣子 他說這個東西沒什麼啦 我們這筆錢用我們自己的用法 那你就要問 那為什麼民主進步的政黨的議員 對這個錢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你應該問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都跟地方政治的生態有關 假如今天是台中市有議員要來推動 不敢跟你保證一定是民進黨籍的議員 因為這跟執政的政黨是有關係的 因為新北市是國民黨執政 那我在進去推這個理念的時候 相對來說接觸到比較多國民黨的人 他們要去找跟他們比較親近的人也相對容易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地方政治的問題 那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大家建議就是先放下藍綠的眼鏡 我覺得這是聽其言觀其其 不要因為他的政黨色彩 就先否定他要做的一些事情 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再來有一個我前兩天才知道的 就是這樣特別 文化部中央部會的層級 他們自己也在推參與市預算 這個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而且這個他們是用標案的方式 就是他們在6月的時候提出一個 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市預算實驗計畫 然後這個案子有700多萬 然後石聖文先生看了就非常的 一肚子火 七百多萬 怎麼他不真有錢呢 因為據說台中這邊叫他來推 沒給他什麼錢 他怎麼叫他來推對不對 那後來這個案子是由台大社會系 兩位然後沈東盛林國民老師 跟台北大學李慧老師 要負責推動 那他們要在台北南投跟台南 各挑兩個社區進行參與市預算 雖然細節我還不是很清楚 他們可能就是要把文化部 筆下既有的一部分的錢 拿來讓社區去提案 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個樣子 好 那陳同生老師他們的想法應該就是說 透過這個過程可以進入社區 去進行社區培育的工作 這個應該也是像聖文他們的想法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不僅是討論預算問題 這也是一個賠利過程的一環 所以我們可以把一些 平常沒有資源的在地的社區團體 或社團體把它動員起來 把它納入到整個這個過程裡面來 我覺得這個過程應該也很重要 這預算本身倒不見得只是 是唯一的目標 接下來要談一談 參與市預算可能面臨的問題跟對策 第一個是最常見的問題 民眾有能力編預算嗎 再來 民眾假如有權力去編預算 不會變成搞民粹嗎 這是台灣 你拿參與市預算去問一般民眾 他一定會問這兩個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回答他 第一個 民眾目前很可能沒有能力去編預算 但是一切能力都是學習而來的 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個好公民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到了18歲生日那一天 突然變成一個好公民 你也是學習人 有的人學得比較快 他可能15歲就變成一個好公民 有的人到了60歲還不會 這東西要靠學習 跟其他人的討論跟實踐的經驗 從經驗當中學習而來 所以呢目前有沒有能力可能沒有 但是透過學習也相信這個能力會培養得出來 因為在國外經驗就是這樣 再來 在各國經驗都是民眾通常都不是直接去編一個非常細節的預算 而是提出一個初步的想法 然後必須要進一步的細緻化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最重要的環節 民眾的提案到最後把承攬出來的提案 中間要有一個細緻化的過程 這個細緻化的過程需要很多人的加入來幫忙 包括工部門的人 包括學者專家 包括學生志工 包括社區人士等等 需要很多人進來 把這些預算把它細緻化 比如說我們提出來預算裡面 要符合現行的預算法規 比如說某些經費要能夠核銷等等 我們要討論完這些問題以後 提出一個細緻上的可行的方案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非常需要行政部門的配合 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的認為 要推參運式預算之前 一定要花一段時間去培訓公務員 培訓公部門的第一線辛苦的人們 你不培訓他們 他們到時候一定會遇到很多問題 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然後可能上級也搞不清楚 也不知道該問誰 那最後可能就是做得很糟等等 那我不太希望看到這樣的狀況 再來這個東西是不是民粹呢 雖然我個人在學術上 很討厭民粹這個學術的詞 我覺得它不精確 因為在台灣這個詞 可不可以來亂用 所以你只要討厭的人就要民粹了 那台灣的民粹的用法好像是說 你讓民眾去決定一些事就叫民粹 這個很奇怪 民主不是讓民眾決定的事情嗎 那在台灣我們常常有一些 比較參與性的想法或政策 就會變大場民粹 這是台灣的在地的政治文化的問題 我不喜歡這個詞 那我們就先接受它來用它 好 換一個說法 假如讓大家都來偏預算 大家會被人報名 報名偏預算可行嗎 好 大家就會轉問 就這樣問 比如說各位年輕朋友 家長們就這樣問 但是呢 國外的經驗恰恰相反 民眾假如有管道 了解目前政府的預算 跟財政狀況 在國外經驗反倒是 民眾越來越會懂得量入為初 這個在學禮上叫做 他們的財政幻覺會減少 什麼叫財政幻覺 就說只要看到政府撒錢 我就很爽 這個叫財政幻覺 你呼籲掉政府撒錢 背後可能是透支的 你直接下下一代 下下一代 他們的錢 這個叫舉債 就是很多縣市現在被你破產的問題 這就是個問題 這個叫財政幻覺 那反倒是 民眾沒有機會參與預算 才會出現這個幻覺啊 那他覺得錢怎麼來的 我管他 政府有花就好 但是假如民眾現在越來越了解 整個預算過程 包括了解歲入跟歲出 他就會知道 原來錢不能這樣要花 包括他在提案的過程當中 也會比較量入為初 而不是去亂去花錢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是一個重要的學習 這個部分恰恰不是所謂的民粹 而是提升民主的品質 好 最後 就是我這樣一開始講的漁港的經驗 有一些版本的參與式預算 不是讓民眾去提案 所以不會涉及到民眾去編預算這個問題 民眾不 他不會讓民眾去編 他是讓民眾去投票 來決定預算的優先投資順序 有一些做法是這個樣子 但這個在台灣很少被看到 因為我們在台灣被SOP這個東西 癢壞了胃口 就覺得SOP就是提案投票 就是這個東西 但其實參與區議算可以有很多種 第二個 這個是基層的公務員會提出的疑問 比如說我在台北市做培訓的時候 很多公務員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上期教我做 我的工作已經做不完了 你要教我怎麼辦 要我加班嗎 那我還要負責去動員民眾嗎 這我要怎麼做呢 這個東西 我的業務量大增以後 誰來幫我說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你不能因為你不喜歡公務員 我知道台灣很不喜歡公務員 就說我管你了 上期交辦就辦 但是他們是第一線 真正面臨壓力的人 他們業務量增加 或是他們一定會面臨到的問題 我們應該去協助他們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可能的對策 比如說我們可以透過科技來進行宣傳 比如說這個粉絲頁 連續粉絲頁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巴西漁港的參與師預算 他的粉絲頁 那麼現在基本上 大部分的宣傳跟動員 都是透過這個東西來做 其實你只要弄個公務員來弄很快 所以不用到一般公務員 還要去弄一些很複雜的去動員群眾 然後去宣傳 也不用真的去增加太多的業務量 你用很多新的社群媒體 這些資訊很快可以擴散出去 再來就是你可以結合一些 既有的民間資源 比如說有一些民間的地方團體 社區大學 文史團體等等 他們本來就對在地有比較多的經營 你可以透過這個線去來宣傳 透過他們的動員來去捲動地方居民的提案 這個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不用去亂搭鳥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基層的公務員 可能會跟既有的鄰里的系統 比較熟悉 那比如說區長 當然是跟地方上的這些比較熟悉 那我覺得那一個動員的管道 也不應該忽略掉 因為台灣有一些人提到 這些什麼鄰里的問題 就覺得那個叫地方派系 那我覺得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很多的里長實際上 在地方扮演非常持重的功能 那個東西不是地方派系 四個字可以解釋的 那個東西常常也不是 跟某個既定的政黨認同有關 而是哪個里長做服務做得最好 而且那個服務有的時候是真的服務 不是為了去綁裝部裝做的服務 也不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不要這麼快 就把這些傳統的動員管道 把它封鎖掉 我覺得應該多管齊下 第三個問題是 假如我們現在有一個審議 預算案的一個叫審議的會議 然後有納入民眾的參與 那審議過程 這就是所有的審議民主 都可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以發現說 在會議上面很可能被小數人主導 比如說你發現講話的 永遠是兩個人 哪兩個人呢 一個是地方某某社區大學總幹事 因為他非常瞭解地方的狀況 所以他可以看看而談 那審議當然很好 因為他可能對地方狀況很瞭解 另外一個可能是你完全不認識 但是他在地方上可能很有影響力 就是我們俗稱的很像黑道的人 可能會有這樣的人 我這次開玩笑 我說所謂不成黑道 那是因為很多年輕人看到這種人 就說那是黑道 那其實不一定是 那可能就是對在地方上的有利人士 OK 審議民主一個重要的精神就是 不應該把這些人排除在外 你不應該因為他的身份 你覺得可疑 就是說你不准來開會 不是這樣是沒有道理的 而是應該透過某些程序上的設計 讓每個參與會議的人都有機會發言 所以這個時候主持會議 主導會議的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他必須非常有經驗 比如說他可能要有操作 這樣類似的會議經驗 他知道怎麼樣去鎮住某些突發的狀況 那這個東西要透過訓練而來 這個東西都是要慢慢去帶人訓練人 這個東西不會天上掉下來 再來審議規則 一定是要一開始就說你清楚 而不是討論了三十分鐘 發現了問題 才是我們現在開始定一個規則 每個人發言不能超過三分鐘 那當然就是你就是被人家罵 你為什麼一開始不公布 一開始要把問題說清楚 這個大概是審議過程裡面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再來 這個是目前也會我們遇到的 就是我們的目前參與預算 看起來很可能只聚焦在非常local的層級 比如說新北市的議員推動是在某個地 台北市可能就是在某些區 台中可能也是這樣子 那民眾關心的或者最後的提案 可能都是跟地方性的問題有關 那這個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假如我們希望讓參與預算 真正的形成一些政治氣候的改變 我們還會希望說參與預算 可以去審議整個都市的發展願景 不問題 而不是只是局限在各個區 假如每個人都只關心你那個區 到最後就會變成不同的區 去搶資源搶得透過血流 大家看不到一個比較宏觀的發展 不要忘記與港在各個區之間分配資源的標準 是什麼 叫社會正義原則 那是一個非常宏觀的誓言 他看到不同區的發展狀況不同 那這個東西能不能夠慢慢在台灣 把它落實起來 這是我非常期待的 第五個是在議會裡面的朋友會問的 你現在把民眾納入了行政權裡面 好像他去編預算 然後送到我們議會來 請問你是不是要削弱 我們單一式監督預算的權利 會不會衝擊浮揮關期 答案是沒錯 就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一些技巧來談這個問題 削弱代議師監督預算的權利 你可以說有 也可以說沒有 有的部分就是說 過去很多代議師在監督預算 確實成效不太張顯 這是事實 有些就是他們就放水 那這個部分假如能夠 納入你眾進來有什麼不好呢 再來你說不是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市議會還是可以砍資預算 我並沒有動到你的權利 這是你的法定權利 這是你立法權的權利 這個我不會因為現在加入的參議員預算 就動到你這個立法權 並不會 所以實際上你還是可以去動這個預算 可以去審議它 所以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去削弱它 我們只是對你過去發揮的功能 有一點點懷疑 我們希望做一些補充跟補強 是不是會衝擊浮揮關係 一定會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比如假如反對黨的議員杯葛 假如未來在台中林佳龍要推 被國民黨議員罵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呢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 這個是政治問題 這個不是制度問題 這個沒有辦法透過一搜疑論 這個要透過政治的手腕來解決 那在國外常見解決方式就是 你要事先跟議會溝通 這個聽起來是導生強談的 你要跟議會溝通 但是這個其實很重要 你要怎麼溝通 你要想出一些說法 比如說你可以說 這個東西在全世界有一千多個都市在做 台灣如果能跟進 對台灣的形象是一個大大的提升 你用都市形象去壓它 對不對 你可以想一些說法 或者說這是一個民主深化的實驗 而且通常預算不會太高 是不是可以請議員 稍加尊重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跟議員先溝通好 特別是反對黨的議員 在國外經驗是這樣子 有的時候你在議會先溝通好 那最後很順利的通過議會的審假以後 最後讓了幾年下來 最後連反對黨議員都下來之期 因為他發現這個東西 可以爭取到市民的認同 這個是國外的很重要的經驗 所以這個東西不用那麼悲觀 就覺得說反對黨一定會怎麼怎麼樣 當他們發現這個東西 對他們的政治形象有利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會轉過來支持 OK 再來 最後假如真的有議員抵制 然後最後把某些民眾決定的計算刪了 我們也只能尊重 因為是他的法定權利 但是呢 那最後就是你既然刪了 你就要負政治責任了 因為你刪了這個東西以後 這件事情會公開出去 那你的選區的民眾自然會有判斷 那也許他的民眾 選區的民眾很支持他刪 那你就沒有問題 那假如民眾不支持 那你下一次的選舉就要受到考驗 同樣的在行政方也是 假如今天柯文哲搞參與市預算搞爛了 他當然也要負起政治責任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一定要強調這是政治問題 最後呢我要提出一些提醒 這是從國際上市的經驗當中 得到一些我覺得很重要的提示 在台灣如果我們要推動 一定也要去關注到的 第一個參與市預算怎麼實施 實施的深度跟廣度如何 它不是一個SOP的問題 它是三方的互動決定的過程 什麼三方呢 一個是國家行政部門 一個是政治社會 就是我們所謂的政治權 政治文化政治所有部分 第三個是所謂的公民社會 比如非政府組織 一般公民 這三種場域的互動 會決定參與市預算的走向 假如今天一個都市的參與市預算 完全是由國家由上而下的來推動 根據國外的經驗 我可以跟大家講 大概玩三種理由不下去 你假如沒有政治社會 跟公民社會的支持跟協助 最後很可能就變成國家在唱獨角戲 然後可能幾年以後就無疾而重 比如說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諾斯埃利斯就是這樣的例子 你有興趣可以再跟我要相關的文章 我寫過相關的東西 他們就是在2001到2002年 當時阿根廷出現很嚴重的經濟危機 所以當時連帶的很多政治人物 也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 當時他們布宜諾斯埃利斯的市長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參與市預算 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傾向 來解決他在政治上的危機 兩三年內很成功 他也順利連任了 但是後來三五年以後馬上就沒落標 好 那個東西就很快變成彈花一現 好 再來參與市預算 我認為應該是整體的改革的一部分 包括行政改革 比如說希望讓公部門的很多資訊 都可以公開通文化 好 這是一個現在很多人在推動的東西 它應該變成其中一環 再來它應該是民主改革的一環 民主改革就是說我們希望在各個領域 都可以盡量擴大一般民眾的參與跟成立 包括在文化領域 在教育領域 在經濟領域等等 而不是只有參與市預算 它應該要跟其他東西一起來推動 讓參與變成公民的生活方式 這個東西應該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而不是參與市預算這個東西本身 第三個它應該是社會改革的一環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希望透過參與市預算 來某種程度上緩解不同區域間的發展的落差 來削減現在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希望它有這樣的政策的功能 而不是只是用一個SOP開放民眾提案 然後博得一個民主的美意 我不太希望這個樣子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變成整體改革的其中的一環 能夠跟其他的目前正在推動相關東西的學者 志工民間單位或者政府單位一起來做 而不是變成一個孤立的單程的SOP 最後這是一個比較難聽的話 我覺得搶第一跟皮塊它只是一種政治行銷 它沒有多大的真正的意義 這個話講得比較重 但是政治行銷當然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就是說它可以很迅速的讓很多人認識到這個東西 壞處就是我們就擔心它最後只是行銷 而不是真正的要落實我們原本希望透過這個改革 達到的一些政策的目標 比如說真正的把一般的民眾 讓他們真正的有提預算跟省預算這樣的能力 或者變成整體行政改革民主改革的一環 好那我希望不管在台北 新北的在台中 未來推動參賽事預算 都可以把這些提醒把它放在心裡面 好我們希望這個東西是一個可長可久的 能夠制度化的一個東西 反而不是變成一般網友喜歡笑的叫談話 好我以上就先談到這邊 好謝謝 後面還有一些時間 其實願意請詩老師 詩老師來談一下整台中午前的一個文件 或者是針對前面提到 因為也有講到新北 也有講到台北的一些狀況 好請王老師請 不要不要做不要做 那個應該小小小小老闆來做 好那個 其實 我今天也很想要跟萬老師一開頭講的 拋棄我的官方設廠 然後講一些真心話 但是這裡面我應該是說 就為一個計畫 我對於這個台中市參與預算的期待 其實我們並沒有拉得很高 就是說在整個政治的風氣底下裡面 我並沒有把它拉得很高 我很期待的是 就是我希望在這一次的 台中市的參與式預算 能夠串聯很多的台中市的團體 組織 年輕人 不管是甚至於街訪鄰居 都希望能夠跟我們約時間 我們可以跟你們一些肯談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真心話 可以把我灌醉 我會跟你們講一些真心話 那當然官方色彩在這裡面執行上面 會有一些在現實上面的一些落差 那在這個落差底下裡面 我一直把它就是在整個計畫底下裡面 我一直強調的是 我們第一個的計畫目的是 推廣參與式預算這個概念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不要忘記 每一個案例都執行的四、五年 才有一些成效 那台中是第一次 我在各個場面的下 我都會希望說 大家不要一下子就以為必其功於一義 年底執行完 台中就突然覺得 是參與式預算的民主進步勝地 不可能 好不好 絕對是不可能 這是我應該想要跟各位談的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出面來成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台中其實很需要公民社會這一塊的一些賠利的工作 一些勞動的工作 那全助會在這邊也希望能夠在這幾年 能夠跟中部的一些組織團體 NGO或者是不管是甚至於熱血人士 都能夠做一些結合 然後我們也辦了滿多各種的一些活動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在這個期間底下裡面最在意的 也是最希望達到的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希望設計一個符合地方民情的機制 這裡面有很多的政治妥協 這裡面有很多的政治妥協 我不瞞各位說 在整個 從林佳龍四月 林佳龍市長4月26號開始記者會宣布之後 其實是一連串非常緊湊的過程中 把它編列出來 承辦單位其實也是很奇怪的一個單位 然後叫都八局這樣子 就是完全跟上面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也面臨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我想但是不管怎麼樣 大家只要稍微涉獵到一些民主式參 參與市民那個預算的一些理念 其實好像都有一些感動 多多少少都會想要去做一些這樣子的活動 但是這個推動我們就是一步一步來 慢慢的扎實的做 像今天我有聽到有一些高中學生 高中老師 那我們在上一次的協調會裡面 我們還特別 我還特別跟教育局的出席的代表跟他們提說 我們希望他們辦個公文 我們希望在9月之後 能夠在台中的各個高中的公民課 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去來談一談什麼是參與市預算 不會是去做一些什麼政策宣傳 而是說什麼是參與市預算 年輕人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投票資格是從16歲以上 所以今年11月滿16歲的都可以參與投票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高中的課 不管是公民課也好 地理課也好 歷史課或國課 只要他願意釋放這個時間 我們都會派人過去上課 我們要把上課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在這個參與市預算的部分 那教育局代表好像也首肯 應該也首肯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就私底下如果有聯絡 我們也可以做 所以我們大概在整個設計底下裡面 我先不要講後面整個投票機制 這個東西基本上已經是SOB化 我只能說我最期待的是 我們從8月4號開始以後 我們將近會從8月4號一直到9月底 我們會花兩個月的時間 只要各位有空 你們有約到兩三好友 不要說三五好友 兩三好友 願意打這個諮詢專線給我們 我們都會派專員過去服務各位到現場 去跟各位去做溝通 甚至於我們會在自己內部一個培訓 如果說你只是有問題 對中區有一些想法 然後想要改變中區 可是你只是一個問題 我們也希望可以在透過一些討論的時候 幫你把它明記出是一個可執行的方案 然後能夠在未來能夠進入到 就你可以提案 所以我們最期待的是在這兩個月之內 能夠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然後一起去想想看 你們覺得台中的中區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那這個是我在整個過程底下裡面 整個研究團隊底下裡面 最希望期待的一個部分 那大概也就是說在這個整個社區便宜的部分裡面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在這個過程底下裡面 我不知道各位剛剛在關老師的演講底下裡面聽到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把這個問題當作不是笑話 就是關老師一開始提的 在台中建場地這件事情 擔心的是什麼 沒有人 沒有人 對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底下裡面 希望能夠讓大家能夠參與 因為那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你可以慢慢的理解 居民有權利 市民有權利 進入到一個政治社會的過程 那這個部分是一個很 我希望能夠在這兩個月之內 立即的或者是只要我約啦 十二點我都願意到各位客廳底下裡面去跟各位談 去跟各位談 那這個是我們在台中式參與事預算 台中式參與事預算團隊底下裡面最大的期望 最後我想 我不要花太多時間 大概差不多 所以我想這個演講不應該是各位聽 應該是給林市長聽 我沒有錄影 這段剪掉好嗎 沒關係 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這一個多月來的協調過程中 其實面臨上很多的問題 包含整個未來的走向 那其實 就是各位也不要怪台中式政府 他們也是邊走邊學 他們也是邊走邊學 然後我們也是盡可能的在這一塊底下裡面 能夠勞動一些基層公務人員能夠來 想包含 剛剛第一個不介紹 他是民政局的代表 對 那就很有興趣 我就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應該給他鼓勵鼓勵 因為跟他們有興趣 真的非常有興趣 那所以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能夠讓大家盡量勞動 基本上我們就是走置入性行銷 就是每一場餐飲 我們就是抓著公務人員來 這樣子 希望能在這個過程中 把它慢慢的勞動出來 那我也不會很急 我也不會到各位家裡面說 你一定要參加 台中就會變得更民主 我大概不會有什麼方式跟各位講 所以我想大概我這邊的分享大概到這 把時間多一點給大家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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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奇怪 你不然都到我手裡面回聲音 剛剛萬老師介紹的蠻多 其實已經大概已經有四五年經驗了 不管哪個城市在run的一個模式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加想 因為台中市或是其他現實也在開啟 這樣的一個嘗試 或是實驗其他東西 那其實剛剛 那其實 那剛剛其實萬老師其實已經 也回答到蠻多的一部分的問題 針對不同單位 包括審議的過程 或是公務人員當中 要去承擔的部分 那我相信在座各位聽到這麼多的介紹 不管是對於州區的部分 或是對萬老師介紹這麼多模型的部分 都還是會有一些想法或是問題 那我們第一輪先請三位 好 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大家可以先講一下 先簡短自我介紹 然後問題是要請萬老師 還是實老師來做回答 那我們就先第一輪三個問題 對嗎 機會難得 不要錯 每次通常一時間越晚就會OK 好 這邊先來第一個問題 講一下名字 我叫葉如 然後 對 老師好 我想問的一個問題是 就老師他 老師自己的觀察來說 因為參與市 預算的方式有很多 因為有一些是 最後投票或是交出去的東西 是比較廣泛的 比如說像漁港 它還聽起來 好像是比較廣泛性的一個名字 比如說是鋪路 是住宅 還是什麼東西 也有比較detail的 感覺像是 日本的那一個 日本社交那種安靜 就是已經很具體到 感覺執行的細節很多 都已經跑出來的那種狀況 那就 老師自己的角度來說 你會覺得這種是比較寬 因為比較寬的東西 就是最後還是這 賣到舊的東西會帶進去 那也有可能有達了一些優點 那 所以我想 老師說就是覺得 哪一種狀況 你會覺得比較好 我就自己 就側面的一些觀察來說 那也會比較好 這樣 規模大小不太一樣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剛剛前面是不是也有舉手 後面這邊 好來請 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因為剛剛整個 這樣子聽下來 一直提到說 工人需要在就是 有些訓練 然後你們的財力 就是說 在接種或什麼 是告訴工人 做這些部分 當民眾體驗 但是我想要問一個 最精神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 由上 怎麼下行 由上 那以前我在做設照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啊 希望民眾或說 再去拘捕 有些聲音發出來 那這個部分 有沒有在學習 或比例上面 我們也可以怎麼做 而不是只是說 訓練工人去做 那種感覺 就是我要把他壓下來 讓他說 其實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互動式的 很良好的一個開設 而且是的 大家16歲以上 都可以有這樣 投票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地方 那我希望老師 可以幫我們 就是 做個就是 說明 交換說案 你們有一些想法 做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不然聽起來感到像 公務員都被嚇跑了 對不對 那 就是互動式 那第三個問題 請請你這邊 黃先丁 問問 我是陳之前 現在在蔡宇宙小組長房 那我自己 自己 就所持 漁港蔡宇宙的 地區代表 好像是有說 就是工程員 或者是里長 還有 有跟政府合作的 合作關係的廠商 是不能相對代表的 那這個 這有沒有違背 蔡宇宙 蔡宇宙 算這個開放 跟平等的原則 就是有一些角色 要先做回避的動作 先回答一個 岳如 岳如是我以前的學弟 社團學弟 很久不見 就是我們要 讓民眾去討論 比較大的東西 還是去編定 預算的細節 我覺得這兩個都有好處 漁港的狀況是說 他們為什麼要去投票 來去決定 預算的順序 因為這個東西 牽涉到整個區域平衡的問題 不要忘記 旅港做參與式預算 是希望可以平衡 不同區域的發展 所以他那東西 把它納入最後的 計分的方式 所以一般的民眾 他主要是做到這裡 就是一般的投票 但是 你說最後 如果由政府決定 說會考進很多 舊的東西進來 在旅港的狀況是還好 因為他們最後決定 預算細節的 預算委員會 是民眾選出來 代表進去的 OK 那市政府的代表 是在裡面提供諮詢 擔任協助的角色 最後也沒有投票權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倒不見得 會把舊的政治文化帶進來 但假如這個模式 複製到其他的地區 那變成說 最後大家只投票 但是預算的細節 還是由過去的 傳統行政官員來決定 那可能問題 就會比較像你說的那樣子 好 那至於 預算細節的部分 我會很希望說 在台灣的做法 可以落實到 比較細節的地方 因為你只有真正去 你過一個預算 你才會知道 錢 有多麼難花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 我剛剛提到一個字 叫財政幻覺 很多人覺得 花錢就是花錢 但是你真正提出一個預算 然後跟公部門 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跟你原本的想像不太一樣 比如說有些錢 在目前的法規底下 是不能花的 或者項目之間 可能沒有辦法留用 或什麼 就有一些很細節的部分 這個東西 你過去你自己看預算數 你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這個東西 你透過實作 透過跟公部門的人討論 你才慢慢形成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會希望說 可以透過去討論預算的細節 慢慢把一般民眾的 預算能力培養出來 好 那這個是我比較希望的部分 那我順便回答到一下 預感的經驗 沒有錯 預感後來的制度設計 有一些是 他必須要利益迴避啊 等等 那我覺得這東西 也是沒有一套固定的做法 假如我們覺得 利益迴避 在制度設計上有其必要性 因為它反映了某某重要價值 我覺得就可以去做啊 這個東西不見得一定是 抵觸某些參與市民主的概念 不見得 因為參與市民主概念 也會覺得說 有一些過分 這個利益色彩強烈的人 它可能會扭曲參與的過程 我們也承認這一點 所以那只是說 我們在台灣 是不是需要做到這個機制 那這個就需要大家再討論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 需要排除在外的人 比如說廠商的代表 那這個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對 因為這個當然就是透過 我們這個要討論來形成 這個東西沒有固定的做法 那另外的問題注意 你來回答嗎 小心 看得到 嗯 你那位小姐 就是你 欸 不見得到 你要玩啊 指名哪一位老師 都可以 OK 那你先講 OK 好 那個 基本上我 基本上我必須要談 就是說不管在做設照 其實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組織工作 這個組織工作 不是設立一個組織 是怎麼樣把人串起來 這種組織工作 那這也應該牽涉到 我為什麼會接這個計畫 就是基本上各位會看到 我是做原住民研究 我怎麼會跑來做公民審議 就是那樣奇怪 但是就是這幾年 就是十幾年下來 在原住民部落 都長期就是做有關營造 就是部落營造的工作 其實你會發現那個組織的那個聯繫 它會發展出一個 完全不是一種所謂的團 不是那一種制度性的組織的聯繫 而是那種一家一家 一戶一戶的走 所以變成說 我們為什麼會設計客廳做台會 也是在這個地方去完成 就是說我寧願要多花一點角力 然後去走到這個裡面 去溝通這些事情 這是我想要做 這是十幾年下來的一個經驗 第二個經驗是 各位我不知道 在去年的太陽化學運底下裡面 有到現場去參與那個 街頭公民審議嗎 有沒有參與過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那個 我就是不小心被設計成為整個 街頭審議設計規劃的那個人 就是各位坐在太陽底下 被我設計出 在那邊還在那邊討論什麼事情 這個事情 那個就是死做勇者就是我 所以我在那個現場底下 就發現一道一件事情 就是居民並不是不會動 而是需要一個很細緻 非常細緻的方式去進行 他的組織的模式 譬如說你怎麼樣在現場 讓他們在就地的過程中 可以不移動的方式 組織成一個討論圈 那其實說起來是細微到之為末節的事情 可是就是這幾年下來 我就會注意到這些事情 所以應該是說我在 所以我對在這個 台中市參與市計畫的設計 最大的重點也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第二個重點是 主持人培訓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 在公部門的招標書底下裡面 是沒有這一項的 就是主持人培訓是沒有這一項的 等於這一項是我要自己用 我花錢去做的事情 所以主持人培訓這件事情 也是在我在太陽化裡面 不斷的被抄 然後不斷的在談 什麼是程序正義 以及程序的權力的拿捏 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在這兩個經驗 讓我覺得說 如果用這樣的理念 在台中市中區做參與市 預算的試辦 它可能不會有那麼大的政治效果 但是我覺得至少在地方 它可能會有些效果 比如說在公民社會這一塊 會有些效果 所以我可能是在組織面上面 去回應的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OK 好 OK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二輪的提問 剛剛其實有幾位講過 我們就先把機會讓你們其他 我們現場是不是也有高中生 或者是老地方的居民 這邊有兩位 還有嗎 三個問題 兩位 三 OK 好 那我們就依序 大家好 我叫做王清賢 我現在就在隔壁而已 可能有聽到聲音吧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參與市的預算的話 當然雖然我們說會參與 並不是很多 但也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參加 所以剛才的話 老師的話有提到 他是一個代議士 所以一個代議士來講的話 我們怎麼來組織 因為並不是說你想要去就去 你一個人也去不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會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們怎麼組織 大家都不認識 叫給我作為 我們來成立一個組織 這就是我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 雖然老師也提到 組織的一個問題 所以組織的話 一般來講 真的一般的民眾的話 可能這種能力也比較弱 所以在這個的話 是真的另外 蔡宇斯政治我們 必須要去考量的一個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都是那些所謂的大老 那些不叫做黑道 老大 因為他們才有組織能力 一般你怎麼組織 這是我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要能夠真正的 大家能夠參與 能夠得到我們所想要的 這是我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謝謝 所以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我們今天 職務在這邊也算是一個 組織的一個形式啊 對不對 你看這個問題蠻神奇的 不好意思幫我們聽一下 他也更好 我想我是那個高透城 然後也是組織部技術居民 那我是想問就是說 那種參與市區區區 或是省市民組 能不能在那個都市計畫 或是土地徵收的部分炸進去 比如說是像在徵收之前 他會有一個的都市計畫部分 那以往都市計畫都是 需要土地也跟政府機關在溝通 那我一直在想說這種 參與市或是省市能不能 納禁道裡面去做一種溝通 那如果遇到徵收的時候 會不會 是不是需要再加上一些 其他的抵操措施 才不會 才可以避免到 應該說會不會 如果沒有放抵操措施的話 這種省市民組這種方式 會不會在區段中 在土地徵收這種 情形之下 會發生那個 多數暴力的 的那種的情況 這是我的問題 我們這邊還有一位 大家好 我叫紫瑤 就是台中市的 這些小公民 主要兩個問題 因為 就是比較搞不懂的是說 像是我們公司一般會有 那個很透明的報廟 很透明的報廟 那我 像國家還有地方政府中 政府這一塊 我們有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去找到 這些資料 譬如說錢哪裡來 這很重要嗎 這非常重要 因為錢 所有事情都是要給源頭 那除了從稅金 還有從公債 還有可能譬如像一些 引力事業等等 那我們現在台灣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 可以查詢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說 像剛剛有提到說 藝人的助理 國會的助理 他們會去看預算 他們去讀預算 那他們是 助理的爭選方式 是不是有相關的知識背景呢 譬如像財報 譬如像會計之類 這一類的 因為這東西 畢竟是很基本 那 還有一個小建議是說 我覺得 像是我們平常 一般公民 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時候 學的數學 這一塊我根本沒有 就教到我們 怎麼樣去 怎麼樣具備正確的金融知識 那這一塊 應該要 譬如在 國中高中的時候 就必須要納入 這是一個建議 因為說真的 我們到了 二、三十歲成年之後 才會知道說 銀行的 那一些 作業流程 怎麼樣 但其實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但是從來沒有學校 教務我們這些東西 就算大學的金融性 他們也不會教這些東西 好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最後的問題是要請 剛剛最後是一個小建議 OK 好 那 我先從後面講起 就你要的那些資訊 其實網路上應該都查得到 就政府的歲出 歲入什麼那些東西 應該都有 只是就是很複雜 我沒記錯的話 就連我都看不下去 對 所以我很同行 我的朋友是當國會助理 就是整天在翻那些東西 就很累 但是他們 比如說我的朋友 可能是完全沒有財政學的背景 或會計的背景 他們就進去以後 被逼著要開始學了 怎麼看 通常都很痛苦的過程 那應該要再多起一個相關背景 對 通常都是以前的助理 就是慢慢帶新的助理 通常都是這樣 原來的助理 他可能也有這種 對 對 但是這次可能更有問題 這個對 你就很對 就是我們通常在教育階段 比較沒有接得到這方面的經驗 比如讓你怎麼樣賭報表 或讓你怎麼樣賭國家財政的一些 這些資訊 那這個東西可能跟一般的財務金融不太一樣 因為它涉及到整個國家公部門的這個 預算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獨立出來 在國高中階段有些簡單的教育 只是放在目前這個階段 如果我們現在去推要教這個東西 就是學生很痛苦 那不知道為什麼要學啊 學的就是背而已嘛 那背完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這個東西 假如能跟參與師預算一起推動 他變成公民必須要具備的知能之一 那這個東西就有學習的答案 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到了成年之後 這是最基本生存的一個嘗試 可是沒有人知道 就是大家都是慢慢去學 或是接收到不正確的訊息 對沒有錯 對 好感謝你的分享 那剛剛談到土地徵收的問題 國外的參與師預算 不會處理到跟土地徵收有關的東西 包括民眾提的預算案 不會說我今天通過的預算 當然是要去徵收某個土地 把它徵收過來蓋大樓 不會有什麼東西 那就是一般的資本支出 比如說去在公園建一個廁所 或者去鋪路什麼這些東西 那不會牽涉到土地徵收 因為那個有另外的法 法源依據去處理 但是你的問題很好 就是說我們能夠把參與跟民主的精神 納到土地徵收這個範圍裡面內 那個這個部分是我完全同意的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跟參與師預算 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 它又涉及到我們整個民主改革的部分 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真正 尊重到土地徵收 相關抑害 抑害相關主義他們的權益 那這個部分就要另外來處理 又不是透過參與師預算的處理 那最後就是 就是基本上 柯定說明會到各位去拜訪不會這一次 如果說其實基本上 組織是要靠議題的類同性去進行組織 譬如說你關心社福的問題 正好這位先生也關心社福問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試著去約 大家一起聊一聊 然後讓大家的彼此 是不是可以共同提出一個計畫出來 所以基本上這種組織型態 並不是我們習慣的這種組織模式 而是說透過我們共同關心的課題 去形塑出一個相關的議題 然後讓大家可以彼此聊天 然後讓大家彼此討論 然後進而在助理會議中一起提案 否則只有你一個人提案 到最後你講了半天 可能只有三個人投票支持你 那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課廷做單位其實我一直強調 它是一個組織的工作 它是一個組織的工作 我們會透過各種不同的類型的議題 然後不斷地去進行媒合 進行媒合 然後這個媒合的過程中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我們今天到各國各高中的校園底下 每一個都說我要反課綱 好 反課綱 100萬你給你反課綱 你要做什麼 選出代表來 大理高中選出代表來 對不對 然後可能某個 台中一中也選出代表 那你們幾個 大理高中跟台中一中 可能會告訴我們 你在一個反課綱的 這樣子的一個課題底下裡面 你告訴我們一個可執行的計畫 可能開空廳會開個100場 每一場1萬 好 OK 100萬結束 只要你們有本次可以提 好 只要把它寫出計畫案 都有可能放進去 所以組織是用這種方式去代表 是用議題的模式 模組的方式去不斷地去勞動 讓大家一起結合在一起 所以大概是用這種方式在進行 OK 這樣有回答嗎 剛才那題的話 也許說在提案方面的話 是非常OK的 但是我們在代議室裡面的話 還有一種方式 我只是在做審查而已 所以在做審查的時候的話 我不一定要提案 我一定要 我只有這個理想的時候的話 我願意去參與的時候的話 你怎麼用 大家的話 你可以 你不行 我要是有一個組織 我自己來組織一個 團體的時候 我願意去做監督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做這個 這是為什麼 我剛才後面還提一個 什麼大牢 然後老大這些的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是 我後面就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一直很擔心說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參與是預算 結果你會發現到 後來去參與的還是這些人 這是我比較關心的問題 謝謝 這個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我後面的四個月的擾動結果 我也不敢確定會擾動成什麼樣子 這真的沒辦法回答 不是我刻意回避 所以真的有可能 就是我們曾經有試想過 就是在那個投票日 然後呢里長或是代表 帥了兩百個人衝進去投票 那你覺得要不要讓他投 還是要投啊 他有本事繞兩百個人 對不對 所以公民社會很重要的力量就是 那你就繞兩百零億個人給他就好 意思就是在這裡嘛 就是說 我們不能說因為他老大 然後你就 他就有監督權 也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也就是說監督這件事情 其實在後面的整個機制設計上面 真的需要還要很長的考量 就像你講的就是 到底誰來 我要願意監督 我要怎麼樣進去 這個還要在後續 透過這兩個月來的一些 跟民眾的一些意見 我們可以把它慢慢的去設計進去 所以這個是示範階段 就是我們盡量接納意見這樣子 只能這樣子暫時回答 不好意思不能完全進去 謝謝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大概今天很討論 只能到這邊 我覺得其實像台中 剛剛像老師所講的 其實那個擾動還是剛開始 其實很多東西 還是要去實驗之後 才會走向哪些方向 但是在走的過程當中 其實裡面 剛剛萬老師也提到很多 就是已經有經驗的部分 然後可以去看到一些 比較細緻的環節 謝謝 那因為待會 我老師還是有事情要先趕高 不要離開 那我們是老師 老師是不是實驗允許 如果各位還是有一些問題 要特別去提問 我們就稍微留下來一下下 這樣 那誰幫我們再發 所以 好 那還是就是說 那個如果聯繫的管道的話 就是我也是鼓勵大家 可以上那個 哲學星期五在台中的粉絲頁 那我們還是可以把一些訊息 在傳遞給老師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雖然 有一點捨不得 但我覺得其實大家 可以還是可以 就是透過剛老師的介紹 可以看到很多可能 這個參與師預算當中 你看應該不是只有 預算的部分 它可以很多層面的部分 一起配套來去做 深入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然後要 預告下個禮拜的活動 好 大家好 就是有點臨時 可以Q上來 我簡單的講一下 我是台中文池附近組合成員 我叫蔡成羽 然後我們台中文池附近組合 在今年出的時候 提出了這個 綠空鐵道走線計畫 然後是希望將這個 高價化之後的這個舊鐵道呢 然後打造為一個 可以串連舊城區的 一條都市的空中花園 然後這個政策其實是 這個計畫其實是想要保留 舊城區的一些文化歷史資產 然後創造舊城區的新樣點 然後因為被比較好所接受 然後但是 它成為市府的政策之後 我們覺得說 其實這樣子的一條鐵道 它不應該 它變成公里之後 不應該是一個草物道士的想像 所以我們之後 想要提出的下一步的訴求 是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叫 參與式規劃的一個構想 然後讓整個城市的市民 可以進入到這個 這個一體建設的討論之中 當然就是這個具體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跟 一方面可能會跟 今天這個參與式 預算的這個精神是很像的 就是公民到底可以參與到一個 政府的政策裡面 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參與 那參與之後 我們對於整個城市 未來的想像會是怎麼樣 那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聽下個禮拜的折物 我們會來講一下這個 關於我們這個城市 這個舊城區 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是這個 說明那個 綠空 鐵道 這還是 是這個嗎 台中文石 台中文石不清楚而已 那請各位可以就是 定期瀏覽那個 台中 哲學辛苦在台中的那個本事業 好 那好像還有一個工商服務 是不是 好 稍等一下 好 大家好 因為我也是折武施工 那跟大家再預告一個 另外一個 跟今天主題會相關的 跟參與式預算 那我們在8月25號 星期二 的晚上7點半 我們有一場 哲學飛星期五 那這場哲學飛星期五呢 我們同樣要談 參與式預算 可是這場 參與式預算呢 是由我們 我們折武台中 跟這個 法國在台協會合作 那剛剛 萬老師有提到說 這個 法國巴黎的經驗 所以那一場 就是由這個 法國 當初在法國巴黎 推動這個 參與式預算的 這個朋友呢 他會來到台灣 那 呃 在8月25號那天晚上 7點半 在我們這個地方 好辦 那我們會舉行一場 這個參與式預算 那大家不要擔心 喔 雖然是講法文 可是我們安排 逐步口譯 對 所以不用擔心 怕聽不懂 所以那一天 會有這個 法國朋友來跟大家分享說 他們怎麼在巴黎 呃 在 針對這個參與式預算的部分 來 來做一些分享 跟大家跟一些 呃 溝通這樣子 那場是 啊 對對 就是 好 那謝謝各位今天來參加 《大學的幸福》在台中 然後 期待下一代再相見 那我們最後再見 由各位的 那個受訪 掌聲謝謝今天的 謝謝 謝謝 那 就是也 麻煩各位 就是也幫我們協助一下 這個簡單的場合的動作 如果你做的是那個 折椅的話 就是麻煩你把它對著人 往牆邊 好 啊如果是那個原版的話 一下就會幫我們把它合在一塊 謝謝各位